怎么办 而且现在这个路 刚才是下得很大 这个泥路上面 我估计我的车也出不去了 今天呢 在前往蝶步的途中 发现一块风景绝佳 一山放水的一个驻车地 非常的惬意 景色非常的宜人 当我住好车后 我便在车上用电脑去忙我的工作 没有注意到外面下大雨 因为呢 外面的水流声本来就很大 而危险呢 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 在这里呢 我先告诉大家 我最终呢 是艰难的脱险了 所以说 驻车地的美景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 额 哦 住在河边 住在河边 晚上突然下暴雨了 看得见外面 我一定等吧 外面看一看 外面就是河 怎么办 万一这个大暴雨下大了以后 我住在河边很有危险的 怎么办 而且现在这个路 刚才是下的很大 这个迷路上面 估计我的车也出不去了 你的车就直接倒下来 快不要 你把车倒下来 在那儿 多少 有蛇 有蛇 剃 哎呀来的时候路口在那 现在这个路上面全都是积水 因为这是土路 我担心有点出不去 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今天没雨了 土路啊 我想一想啊 我来的时候有一条路是带有石子的 应该在前面 我要开出去 这个车灯也不行 好正好来辆车 我能看到一些路 这个地可能很滑 不滑我也得走了 走走走 先把车子发着 因为我的车子要预热 这个拆油车不预热 它没有力量 那赶紧走 那那个雨下太大了 河边 万一上游 万一上游的水太大了 冲下来 这个河边很危险的 赶紧走 哪怕我今天能把车子开出去一点 离那个什么 离河边远一点行 赶紧把东西都收了 找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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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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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车道了 刚才我这一路瞎跑过来的 还好我记得来的首路 我的妈呀 我这个车道也不行啊 我只能先往前开 我只能先往前开 找到一条 找到一个停车位就行了